那另外一頭呢 歐洲港口最近堆滿了中國的電動車 因為當然這個主要有些這個 一方面就是說過去大家已經買很多了 現在開始它開始有點點 慢慢的它的銷量慢慢下滑 所以你看到都放在這裡 一大堆觸目所及 寒冰怎麼看 其實這些都是連動的 是 其實有的時候 先驅者不一定是會賺錢的一個 先驅者搞不好就是市場的犧牲者 因為它太早進入這個市場 當時的概念很先進 哇 大家聽起來很新奇 大家都跟著走 覺得這個公司可以投資 可是投資來之後 發現困難重重 你要設充電樁 你要設在誰的土地 然後市場接受反應度如何 看起來它就是一直推展不起來 電動車的銷量 顯然沒有它預期的這麼好 大家市場接受度沒那麼高 就掛了 我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這是我自己親身經驗的故事 大概四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有個朋友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就是我應該還是學生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雄心勃勃 想從外國引進立可白 你知道 立可白 對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都還是用橡皮擦 這些東西 然後結果他就想說這個東西這麼好用 應該會發財 可是他資金不夠 他那時候去各個那種文具行 或這些地方去推銷 幾乎沒有人要給他擺 然後有擺的也不會幫他宣傳 就只是把東西擺在那裡 因為連老闆都搞不清楚那到底是這個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 結果他撐了一年就根本沒賣出去過幾支 就受不了代理權就被換掉 結果等了幾年之後 換別的廠商接手 一進來就大賣 就是這樣 那他就是他的資金不足 然後市場當時接觸度不高 所以你早沒有用 早面對就是失敗 那當然如果當初是王永慶進來的話 我覺得他一定會成功的 因為他有資金可以在那邊推廣 可以去 所以這個就是不一樣的狀況 那同樣的這個 這個充電裝筆組 現在面臨這個東西也不奇怪 你想想看 他搞了這麼多年 然後在全世界四十幾個國家 才弄了一萬三千多的充電裝 那你每個國家才幾支而已啊 那要玩什麼 美國車主也在埋怨啊 找充電裝很困難 他每次都大排長龍 那你知不知道 到今年三月 中國大陸有多少支充電裝嗎 931萬支 一個中國大陸而已 一個國家 所以當然中國大陸有 他特殊的先電環境 因為是政府整個大力推廣 他們土地啊 其他配合相關取得都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其他國家電動車市場 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競爭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有太多的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歐洲這些國家 他們還是習慣用傳統的油車啊 你光是要設個充電裝 比如說啦 像我同學他就想要在自己家 他就想買電動車啊 結果他說他要在他那個車位 裝個電動裝 整個大樓就說不 不願意 對 很麻煩 他那個什麼電啊 什麼全部都要窮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先天性的限制啊 但是在大陸這種困難 就比較容易解決 所以就造成了中國大陸在賣 然後以母國威力量 就向外外銷 因為他自己本身產量到一個級數 那就可以往外銷售 那問題是特斯拉你看喔 他現在面臨BRD啊 跟其他中國大陸電動車的強力競爭 他只好把價錢降下來 甚至零首付 讓你先帶回去再說 對 這當然是一種消價競爭策略 可是他沒有想過一件事嗎 如果我是前幾年就買了特斯拉的人 我懊死啊 對啊 之前就很多人就已經很懊啊 剛買每一個星期就降價 因為我就覺得你根本就在欺騙我 原來可以 原來你這個車是可以賣這麼便宜的東西 然後我之前根本就是個盤子啊 所以你其實這會打壞消費者的信心耶 你知道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做 其實對他不見得有利 而且他現在他獲利雖然縮減 他還是獲利喔 所以表示他還是有再降價的空間喔 這是第一個 如果我是特斯拉的車主 我就更不願意買這個東西耶 那再來呢 他說他現在要跟比亞迪學習 我告訴他 馬斯克你錯了 你如果走這條路那你一定死 因為你 你除非你打算只銷售中國市場 或是你完全跟比亞迪他們這種一樣 完全一條龍 不然的話你在低價在CP值這方面 你怎麼可能競爭得過比亞迪這些車廠 我覺得特斯拉應該要去走中高價位路線 應該要走他的品牌路線 像雙B從來就沒有賣便宜過啊 人家為什麼好好的 就是因為他有他品牌價值存在 我覺得特斯拉如果打壞自己的品牌價值 去賣低階車種 反而特斯拉將來搞不好會跟Nokia一樣消失 好 現在是IMG是嗎 消失IMG 我覺得 我只關心 而且呼籲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要跟特斯拉討個公道 如果不比照中國大陸降那種價錢的話 我們不要買他的 背負他的 直到他同意用中國大陸價格來賣給我們台灣 這才公平嘛 說得也是啊 對啊 你幹嘛就拍大陸的馬屁啊 看我們不騎 這歧視台灣人 歧視價 對 好 回來之後我請教一下委員 我們先來看一下習近平 4月22號到23號他在重慶 當然大陸的領導人他每次到一個地方 都不會是單一件事情 一定是有很深的一個佈局 那到了哪裡呢 到了這個國際 重慶的國際物流園區 枢紐園區來考察 那當然這裡還有這個中歐班列啊 西部陸海的新通道啊 等等之類的 是他的始發點 別忘了4月14號 肖茲來的時候 記不記得 也去了這個魔幻之都重慶啊 所以重慶最近真的很亮 另外在重慶呢 習近平也主持了新時代 推動西部大開發 講到開發西部 這也是大陸的一個計畫 在這裡舉行一個座談會 你就發現三位常委都到了 李強 蔡奇還有丁薛祥 所以他的這個層級非常的高 我要問一下委員 透過到重慶 想要表達些什麼 想要傳遞些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沙特 我們看到自從俄乌戰爭開打 這個全世界很多的這個 有錢人都心心膽跳 所以把這個目光的 投資目光 滿手現金放到了中國大陸 最近又跟這個恆利集團 簽了一個諒解備忘錄 然後他以這個戰略投資者的身份 收購了恆利石化 大概10%的一個股份 恆利石化在1994年成立 反正就是做煉油 石化 巨汁等等 那在2023年 他的總營收8177億人民幣 你可以看得到沙特買的這些 大概都是像石化等等 都是未來這個國家的重中之重 也是非常有潛力的 恆利石化其實就是大陸的一家台塑企業 它剛開始就是做塑膠做化鮮 然後一直往上游走走到煉油 那煉油什麼意思 油從哪裡來 就從沙特阿拉伯來 那沙特阿拉伯自己很清楚 它未來的石油要提高附加價值 就要很多這種類似下游的製造廠商 加工廠商的配合嘛 所以沙特現在又滿手現金 去找這種適當的標的 代表他在想辦法 讓上下游整合提高 他自己投資的價值 你如果說投資這個東西 誰最內行 當然沙特最內行 還有誰比他內行 沙特人最強的就是懂石油嘛 而且他沙特的大學 都培養很多石油產業的經營人才 他其他產業大概也沒有什麼太重視 這個產業是他看家的傢伙 必須要在石油耗盡之前 趕快怎麼樣 把它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產業 可是沙特不可能去做 練油其他後面的工作 土地各方面的限制 所以他必須把基地 布到北的地方去 他可能會布到東南亞 布到亞洲 甚至於美洲國家都會 所以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戰略的一個投資 所以他說用戰略投資的身份 買下10%的股份 早講嘛 股票都漲了 再講 這個是一個沙特的 目前看得出來的投資策略 至於習近平主席去重慶 很明顯的啊 就是重慶要迎頭趕上 重慶 以前我們聽到重慶都算是一個 很光芒萬丈 可是現在好像 大家提到的是深圳之類的比較多 那他用這個西部大開發的架構 要來推動重慶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這麼多的高級領導去 就是去做一個部署 做一個加強跟整頓 其實新西門主席會跑很多地方 前段時間好像還跑到那個 長江流域嘛 他怕長江流域 你做得好升官 你做不好 對不起 就實際上去看看這些 地方官員們對他的政策執行怎麼樣子的 這個叫深入調查研究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一個領導人要關注這個 不要不要那個像有某一個大國 整個都關心那個TikTok啦 關心那個關稅啦 那個都是尾巴的事情 那你要想一想說 這個那個大國該怎麼 該怎麼 很多禪類該怎麼起來 他不關心啊 連那個 連那個TreeDium都讓它倒下去了 你如果是總統 你覺得這個計測禪類這麼好 你怎麼會讓你公司倒呢 不要去老是去外面去挖人 到那邊投資嘛 這是你商業部長該做的事 應該馬上去想辦法解決啊 對不對 或者去協調特斯啊 看大家怎麼合作嘛 我們選領導人不是要選這嗎 還是選這 我今天TreeDium上了多少 我明天瀏覽率多少 我要選票 哎呀算了算了 那種制度選出來領導人都很糟糕 對就是一個國家掌舵者嘛 國家的發展方向 不只是軍事而已 包括企業也是一樣 如果說認為電動車或是綠色產業 是未來的這個布局的方向的話 委員講得很對啊 像這種標誌性的企業 大陸都是給予國家力量的一個扶持 舉國體制的優勢 好在中中的戰火部分 我請教一下利將軍 一個是美國的這個美軍基地又被打 那我們看到 一個在這個奧馬爾基地是四枚導彈 另外呢卡拉布吉爾基地是三枚導彈 加上一架無人機攻擊 注意了有一陣子一天到晚被打對不對 後來好像兩個多月來 好像風平浪靜 好像這個停了一會兒 這個1月28號 美國的這個基地遇襲之後呢 據說美國跟伊朗達成了秘密停火協議 所以現在怎樣 現在這個協議被撕毀了嗎 還是說我們看到在這個以色列跟伊朗 互相攻擊之後呢 展開了另外一波的一個這個攻擊 然後這個怒火王向美軍的基地而去 是嗎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政府 要這個準備在這個 我們看到他要制裁一個以色列的國防軍 美國要制裁以色列軍隊 有沒有搞錯是真的 但這一支軍隊很特別 他叫猶太永恆營 這個翻譯的關係 你在網上會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說法 我們暫時用猶太永恆營 他是一個這個軍隊中的一個 那其實二零二年有一樁產案 就是有一位這個老人家 他同時也有美國跟巴勒斯坦的雙重國籍 他當時呢就在這個猶太永恆營的這個附近的檢查站 被打死被拘禁而死亡 而以色列軍方只處罰了三名軍官 輕輕地放下 美方非常的火大 所以呢在這一次我們看到一肩而顧 對他進行了制裁 那當然這個納坦雅胡跟以色列非常的不爽 猶太永恆營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由以色列算是比較極端正統派的猶太教所組成的 還有一些民族主義者 宗教主義者等等 全男性的步兵營 然後你看到他的飲食 供水 清潔衛生 都有很特別的待遇 一九九九年成立長期駐紮在約旦河的西岸 那他壓迫這個巴勒斯坦人的這個手法 也是比較凶殘 比較狠的 立將軍 第一個我們講中東這次 在美國在中東基地遭受到攻擊 我覺得很諷刺 為什麼其實就是以色列跟伊朗 兩個又開始在 他們雖然說兩個國家的交手 現在來講表面上面已經停下來了 但是代理人的戰爭正開始芳心未愛 開始正開打 那伊朗的代理人是誰呢 也就是他的外圍組織 包括黎巴倫 正主黨 胡塞組織 甚至哈馬斯這些是他的代理人 那以色列的代理人是誰呢 我覺得是美國 美國現在是被以色列當代理人 在打這場幫代理人戰爭 所以說這些互相代理人在打 就變成說胡塞 這些黎巴倫的 伊朗的這些外圍組織 民兵組織 他去攻擊美國的這些基地 那美國現在來講 等於說當代罪羔羊 再幫以色列當子彈 這很明顯看出來 因為他怕以色列真的跟伊朗發生衝突 所以他就自己當代理人 幫以色列打這場戰爭 在這些基地裡面來打 那我特別要強調 就是中東來講的話 美國在中東其實是 他這些基地都蠻脆弱的 包括他第五艦隊所在的巴林 是在巴林這個國家 然後他是在波茲灣裡面 他距離伊朗只有200公里 伊朗的無人機或者是導彈 可以對這第五艦隊來講 就可以實施攻擊 那另外美國真的是在 中東地區的各個軍事基地來講 不管在敘利亞或者伊拉克 這些軍事基地 其實他的防衛能力都不是很強 那如果說是周邊都是 對他很敵對的這種勢力來講 如果這些民兵勢力 真的是要攻擊他來講的話 一定會造成他很大的傷亡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1月28號 他的那種二號高塔 遭到攻擊以後 他會採取這麼強烈的報復手段 他就警告你們這些民兵組織 你們不要來動我 反而是一種就是這個虛張聲勢 你如果來動我我一定會採取很強烈的報復手段 相對的也代表說他自己本身的脆弱心 他很容易遭受到中東地區這些 伊朗的外圍組織的攻擊 那之所以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 猶太永恆營 其實他們長期 以色列其實這國家講起來 真的是你很難想像 我們以前對以色列來講 並不是很瞭解 他所謂的囤懇區 這是西方對他的用詞 事實上就是去用囤懇區 一些比較強悍的不良少年 或家庭有問題的這些年輕人 到人家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這些 人家居住的所在地 去佔領人家的土地 然後美其民叫囤懇區 事實上態度或者是對這些民眾都非常的惡劣 那事實上這件事情 如果說這個老人家 他如果說沒有具備巴勒斯坦跟美國籍 雙重國民的這種身份來講 美國人大概也自知不理 如果他純粹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話 然後沒有美國籍的國籍 由於他有美國籍的國籍 那美國來講才會去干涉這件事情 那這事情也讓人家覺得很掉落 就是2022年發生的事情 這老人家在巴勒斯坦那邊 被猶太永恆營殘害迫害致死之後 那你那種調查你應該早就調查了 到現在已經事隔兩年了 你怎麼現在才開始說要提出制裁呢 我覺得政治意味大於一切 對 他是不是看來看去 因為說實話此刻我們看到在美國境內 各式各樣的抗議也讓拜登政府很難堪 所以這個東西看來看去 好像唯一能動手的就是這個 順便抱一下絲綢是嗎 但是我覺得這只是表面上面的動作了 表面上面的動作就是借這件事情 美國跟兩個跟這個 以色列 納坦 雅虎兩個在演雙簧 就是找一個理由對不對 這兩年前的事情故意把這舊上翻出來 我現在要制裁你這個 猶太永恆營做給全世界看 安撫他國內現在 我們現在美國國內來講的話 這個反巴勒斯坦 反以色列的 這個運動芳心慰愛 那包括各大學裡面有名的大學 包括哈佛 耶魯對不對 這個哥倫比亞這些大學正在鬧學運 而且是越鬧越大 在這種狀況之下拜登你怎麼選呢 這是基本的人道 年輕人他不接受你這些想法的 雖然說你們是金主跟我年輕人沒有關係 那美國來講一方面是猶太他需要這些金主 你選舉需要這些金主的金援 可是你又需要年輕人的選票 在這種中間之間 我覺得這是猶太營的事情 這個猶太永恆營制裁的事情 事實上是跟這個納坦雅胡 彼此在演一個雙簧 對不對 給大家看 比如說我有制裁 納坦雅胡的震怒也是個演戲的一環 也是演個戲嘛 就是說你既然知道 其實以後就大概就是不了了之吧 我不相信美國真的是敢對這個營 實施任何制裁手段 他雖然說是極端組織非常熱 但是平常講像這種部隊來講 他是最有戰力的部隊 因為他有宗教信仰 當一個部隊有宗教信仰來講的話 那種戰力是最強的 最狂熱的 那我不相信納坦雅胡會接受這個制裁 他絕對不會接受 美國也不會真的接受 他只是兩年前的事情 拿這件事情來吵 他吵給誰看 吵給自己國內的這些民眾看 表示說我還是有功力 還是有爭議 還是有人道的 那你們這些學生你們就不要鬧了 我不是不公平的 那納坦雅胡也表示說我很激動 我很生氣 你不可以制裁我 那表示美國來講 這種制裁對納坦雅胡也造成一些心理傷影響 其實他把那些美國抗議的學生當笨蛋嗎 韓彬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營 它的指標性非常強 因為很簡單 為什麼是全男性不兵 因為他們這個教派的教義就是 他們為什麼拒絕當兵你知道 因為他們不能跟女生混在一起 他們的教義規定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他們整個教派 在以色列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他們是不當兵的 他們全部都不當兵 拒絕參加任何戰爭 所以這些人是違反他們教派的教義 願意出來當兵的 所以這個在以色列國防軍裡頭 是超級楷模 他們是一種象徵 所以這一千人對他們來講 是他們精英中的精英 那問題是這些人 就是因為思想非常極端 你要知道他們甚至 因為參加這個軍隊 會被他們的教派所排斥 所以他們變成兩邊都不討好 世俗派的不喜歡他 然後他們自己教義派的人 認為他們背叛原來的教義 所以這些人就更容易做事情非常極端 那只要這個營被派到哪裡去 那邊就開始產生殺戮 對敵人是絕對手下不流行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是故意把這個東西點出來 好像他們在做了某一些動作 我們是有針對這種人權的問題提出 但請教一下 好 你就算對這個營制裁 我武器不給他 那你給其他以色列國防軍 以色列國防軍在哪裡 我就想問你怎麼制裁 不都一家人嗎 所以就說說而已嘛 就是這樣 那納特亞胡也明明知道 美國制裁不了他 但他也是說說而已 他這樣說就是在 告訴這個永恆營的說 你看我是挺你的 我絕對支持你們 我們就不要怕繼續這樣衝 所以雙方就演一場猴戲給你看 根本不會有任何實質的東西出現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數度 如果希望有關心惡靡 我們會看看 我們會不會有限大量的 請上方能理解 我們會不會有限大量的 但是我會不會有限大部分 我們會不會有限大量的 我會不會是・